來一男子站在車門右手緊抓門把 說什麼就是不肯罷休 跟司機大哥爆發口角衝突 火爆場面一觸激發 誰也不肯讓誰 公司司機苦口婆心解釋了老半天 對方卻連一句話都聽不進去 車上乘客全看傻都已經等了好一陣子 卻遲遲無法出發 無奈落影PO上網同步報警出力 事發在十七號早上新浦捷運公車站 當時這輛公車要從新北市板朝上台六十四線 快速道路前往台北市木柵 依照規定所有乘客都必須坐著 司機算好座位數後以客滿為由 拒絕再送這名男子才會引起對方不滿 對此柯運業者表示 礙於交通法規行進快速道路或是國道 都不能讓乘客站著 司機盡忠職守善盡本分 卻反倒成了出氣包 實在太無辜 3日新聞 何孟掌心儀 新北倡有報導